宁愿奋斗到百千次 創出幸福快乐香 同我两手相依 百千分热千分光 原谅着我的爱为你照前方 同你被经责役 为你冲破前途路障 一切都奉上 受到观众喜爱的歌唱节目中国好声音 每一季都会请来大咖歌星担任导师 怎料近期却因已是歌手李文生前控诉 遭到好声音欺负的音档流出 导致不少黑幕被挖出 身为李文告别是福灵人的资深女星珍妮 也替李文抱不平 每天都在社群网站上发文杠上好声音 并透露自己的目的是 希望外界不要忘记这件事 近日珍妮还在留言处感叹写下想你的时候 三个傻姑娘并附上一段李文生前 和两位姐姐一起合唱的影片 影片中李文顶着一头桃红色短发 身旁是两位姐姐李思琳、李秋琳 三人合唱着珍妮的歌曲奋斗 能复快乐响 同我两手相依 百千分而千分光 燃亮着我的爱 为你朝前方 和你被警察兵 为你冲破前途路障 建出千般爱心与智障 一切都共上 让不少网友看到后忍不住鼻酸 Mua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